杭州動物園一隻黑熊 近日搖身一變成為網紅 因為牠實在太過紅毛人樣了 甚至被懷疑是真人扮演的 但有不少人解釋 牠並不是黑熊而是馬來熊 杭州動物園工作人員強調 牠肯定是實在的動物 肯定不是人扮的 牠們是國營的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大夏天的溫度40度 再透過皮毛的話 人肯定支持不到幾分鐘就暈倒 而副園長江志介紹 被指紅毛人樣的 其實就是馬來熊 牠有介紹 紅科動物都有站立的能力 尤其是野外的熊 打鬥的時候就會站起來 而馬來熊一般的性情就比較溫和 牠們站在這裡可能是和遊客互動的行動